- 影片開啟之前請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! -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喔! - 想看我這次東京自由行完整行程的文字檔跟店家資訊 - 可以看資訊欄的連結喔! - 大家好我是創曲歡迎歡迎來到我的頻道! - 東京散策的最後一天 - 我們要去柴佑淺草一日遊啦! - 但出發之前我們要先去東京車站一趟 - 首先先來吃這家在東京車站一樓新幹線旁邊的一個很厲害的飯團 - 這家主打有14種不同風味的飯團 - 他們家的米飯都是採用月光米去搭配沖繩鹽味海苔 - 店家還非常有信心說就算冷掉的飯團也是非常好吃喔! - 我們就先點了一個炸蝦天婦羅飯團 - 看上去是挺可愛的那個炸蝦的尾巴還露出來 - 但就是一隻小小的蝦子 - 但是天婦羅的面衣看上去也是濕濕軟軟的 - 不過那個米飯是真的很飽滿的那種 - 第二款我們點了雪菜包蝦軟飯團 - 用一整片的雪菜葉當做飯團的外皮是不是真的很特別 - 中間的蝦軟也是給了不少 - 是非常有口感的那種 - 搭配上淡淡鹽味的飯也是蠻不錯的 - 他們有提供內用的座位 - 可以很舒服的坐在這裡享用飯團 - 後來看到隔壁有人在吃蕎麥麵 - 突然覺得好像來一碗熱熱的湯麵也蠻不錯的 - 就跑去點了一碗來吃 - 看上去是很一般的蕎麥麵 - 但是麵條意外的很Q彈 - 重點是這個湯意外的很好喝 - 麵體是有一點Q勁的麵體 - 喔湯很好喝耶 - 喔這湯很好喝耶 - 會偏鹹 - 對就是偏鹹的 - 炸蝦我覺得就是真的可甜可不甜 - 因為它裡面真的已經 - 偏軟蜜也偏鹹 - 吃軟了就是有點影響口感去了 - 可是它的飯的本體是好吃的 - 吃完飯我們就先來到東京車站的這一棟 - 中城八重洲來逛這家選品雜貨店啦 - 未來這家主要就是想要來買這個生日香水 - 他們主打不同的月份 - 搭配上不同的日期 - 結合出365種味道 - 是不是很特別 -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適合買來送人 - 或是自用兩箱椅的小禮物 - 然後它每一支外面就是會寫著 - 它是幾月幾號 - 然後每一個月份對應每一個日期 - 都是有不同的味道的組合 - 然後它一支是2200日元 - 這邊是沒有辦法退稅的喔 - 買完香水之後走到樓下 - 很幸運的遇到這一個巨大鯉魚旗活動 - 鯉魚旗是日本5月5號的兒童之日 - 家家戶戶都會掛騎那個鯉魚旗 - 來祈願家中的小孩健康成長的象徵 - 這個活動特別做了25公尺長的鯉魚旗 - 可以自由的穿梭在鯉魚旗裡面 - 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- 緊接著我們就從東京車站走到地鐵二重橋站 - 準備搭乘千代田線前往柴右啦 - 到千代田線近站之後找到二號月台 - 往北千柱我孫子的方向搭車就可以囉 - 搭到林賴站記得要先下車 - 在同一個月台換成JL線前往京丁站方面 - 抵達京丁站之後繼續往南口的方向前進 - 會看到有京城線的指標 - 繼續跟著指標走 - 出站後就可以看到京城京丁站啦 - 就往這個方向去搭乘京城線 - 在京城京丁站就可以開始感受到一點昭和的氣息了 - 從這邊再搭乘一站就可以抵達柴右啦 - 一出站就可以感受到很濃烈的昭和復古感 - 車站外面還有男人爭命苦銀四郎的雕像 - 也是很多人來柴右必拍的景點之一喔 - 車站一出來除了感受到很濃烈的復古昭和感之外 - 馬上就可以感受到老街的熱情 - 這裡週末時間非常熱鬧 - 街道旁邊有很多屋台販售著不同的小吃 - 繼續往前走就會來到柴右最熱鬧的主街 - 第四天餐道 - 總長是200公尺 - 是柴右當地很有名的商店街 - 兩側的商店除了有販賣紀念品之外 - 也有不少超過百年以上歷史的老鋪 - 第一家我們要先來吃這家有150年歷史的大合家 - 以限點限炸為賣點的天丼 - 光是外面排隊的人潮就可以猜到它有多厲害啦 - 店內位置不多 - 但完全可以感受到歷史的風情 - 這次我們還被安排到榻榻米的座位 - 瞬間日式風情指數被拉到超滿 - 這裡的餐點就是兩種 - 一個是天丼,一個是天婦羅飯 - 病是一般的份量,上是特別的份量 - 首先天丼上版本 - 有兩隻炸蝦搭配一片炸紫蘇葉 - 看上去份量好像還行 - 病的版本是一條炸蝦搭配魚以及糯米椒 - 怎麼覺得好像病的版本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啊 - 首先這個炸魚真的是炸的香脆 - 面衣不會太厚 - 有著淡淡的麻油香氣,非常特別 - 雖然魚肉它不是很厚 - 但是真的香氣贏過一切,是非常好吃的 - 炸蝦的部分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大一條 - 但其實蝦肉就是小小的一條 - 面衣的比例比較高一點 - 但也是很好吃的炸蝦 - 比較特別的還是他們的招牌醬汁 - 雖然是鹹中帶甜的調味 - 但搭配白飯就是很好吃 - 味道風味是好的 - 風味對,但是就是沒有像那種 - 我們之前去京都吃的那個天丼 - 跟多樣性很滿足 - 就是它那個京都的那個天丼 -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- 那這裡就是簡單 - 就是魚或者是蝦 - 所以當然就是 - 我覺得沐浴陽想表達的那一個滿足度 - 是會覺得說就是好吃 - 可是會覺得好像差了一點的感覺 - 在大河家的隔壁也是才有很知名的 - 手烤鮮貝專賣店金子屋 - 將鮮貝裝在地球瓶裡面的復古模樣 - 令人彷彿一下子掉到時光隧道 - 好像來到復古日本電影裡面的情節 - 我們就挑了一個原味海苔 - 以及七味粉風味的鮮貝來吃 - 其實我也很喜歡 - 它好硬的感覺喔 - 非常吃酥脆喔 - 醬油味不會太鹹 - 不會太鹹 - 對,然後你第一口進去海苔味會比較明顯 - 因為它就是外層就是海苔 - 我剛剛舌頭稍微碰到就有那個七味粉辣辣的 - 哇這個更硬耶 - 很有七味粉的味道 - 好好吃喔 - 我覺得這個比海苔好吃耶 - 可能有點辣辣的所以味道風味又更好 - 下一家是明治年間就開業的龜家本舖 - 最有名的就是遵循古法製作的艾草糰子 - 糰子上面搭配了北海道十勝產的紅豆 - 還有兩者搭配的恰到好處 - 它是冷的耶 - 跟市府一樣嗎 - 好好吃喔 - 不一樣 - 它下面就是很紮實的糰子 - 然後搭配上面我覺得算中甜的紅豆 - 整體搭配很好吃 - 因為它的糰子是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的 - 都可以吃實算耶 - 好好吃喔 - 下一個是醬油炸糰子 - 我們當時看到覺得它很特別 - 就點一串來吃吃看 - 這個糰子是它已經有 - 它有在去炸過 - 所以它其實 - 聞起來是有一點點那種鮮貝的味道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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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完全不是糰子的口感 - 真的嗎 - 它已經是有一點把東西都很忽氣了 - 大湯圓 - 那個湯圓已經有點忽氣了 - 外酥 - 內忽氣 - 內Q嗎 - 內不是Q - 它已經沒有Q了 - 它已經是忽氣了 - 兩側的商店街真的很適合來一場美食散步 - 邊逛邊吃真的很滿足 - 走到底就會來到柴佑第四天 - 這間寺院建於1629年快有400年的歷史 - 如果要入內參拜參訪 - 要先拖鞋子才能入內 - 柴佑第四天又被稱作雕刻寺院 - 外觀都被雕刻所覆蓋 - 很多人都是為了來看精細立體感的雕刻建築而來 - 也可以漫步在這一個充滿歷史感的建築內 - 感受一下日本停業的美景喔 - 在靠近柴佑車站這邊還有一間很有復古風情的糖果店 - 裡面販賣了各種昭和風情的 - 小糖果小餅乾 - 會有瞬間回到小時候到咖媽醬的感覺 - 像是這個巧克力豆 - 應該大家小時候都有買過BewBew手槍吧 - 不小心都漏年紀了 - 也有這種小時候很愛亂買的玩具糖果 - 在店家最裡面還有超級復古的彈珠台可以玩 - 來囉來囉來囉 - 來囉來囉 -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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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小心啊小心啊 - 現在彈珠現在還在這裡喔 - 還在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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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不知道 - 小心小心你要 - 對要有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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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眼睛要快手要快 - 眼睛要快手要快 - 眼睛要快手要快 - 大 -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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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- 柴佑真的是一個很適合安排半日遊的地方 - 可以來感受一下日式懷舊的風情 - 展開一個美食散步之旅 - 而且從東京搭車過來只需要大概30分鐘 - 真的是東京近郊遊的好選擇 - 逛完柴佑我們就搭車回到東京市區 - 來到晴空塔逛一下啦 - 剛好這一次5月初黃金周來 - 晴空塔有非常多的領餘旗的佈置 - 正好這一次晴空塔的廣場還舉辦著台灣祭的活動 - 看到有牛肉麵滷肉飯甚至台式按摩的攤反 - 甚至連彎腰油桶也被複刻了 - 真的覺得有種很奇妙的感覺 - 稍微在晴空塔逛了一下 - 我們就從晴空塔慢慢往前草的方向散步過去 - 剛好是比較接近傍晚的時間 - 走在這一座無漆橋上特別的舒服 - 可以看一下河畔的風景 - 從這個角度還可以同時把晴空塔 - 跟朝日啤酒的金色火焰一起入境 - 真的很漂亮吧 - 繼續往下走就會來到淺草雷門前的鬧區 - 即便是傍晚時分的淺草也是非常熱鬧 - 這次我們找到這家淺草第一名的炸豬排 - 70年老店 - 東ガツユタカ - 他們家的招牌餐點就是 - 左邊的這個里基豬排定食 - 以及右邊的這個非力腰內豬排定食 - 這兩個都是他們家的人氣推薦 - 另外也有做成類似像可樂餅類的定食 - 像是有螃蟹口味、干貝、牡蠣等等 - 也有炸蝦定食 - 首先是炸里基豬排定食 - 看上去外層炸得非常的酥脆 - 但是豬排它不是走比較厚實的路線 - 旁邊還有很大一坨的高麗菜絲 - 里基的肉質雖然是帶點油脂 - 但吃起來相對是有肉汁的香氣跟甜味 - 這個豬排真的是單吃就很好吃 - 如果你怕太油的話可以搭配白飯一起吃 - 那個油香剛好可以被白飯綜合融合得剛剛好 - 腰內豬排去做成一大塊圓圓的 - 不認真看會以為它是可樂餅的感覺 - 腰內豬排這個切面看上去就蠻厲害的 - 雖然說它看起來少了油脂的香氣跟肉汁 - 但豬排的口感軟嫩而且完全不柴 - 也沒有豬肉的腥味 - 整體來講我覺得肉質是好吃的 - 然後那個菲力其實我蠻驚豔的 - 就是很嫩喔 - 它這兩款都沒有在走乾柴路線 - 都是走嫩的然後又有油脂 - 這一間吃下來你會覺得 - 原來豬那個冬嘎子的肉質也有不同的 - 可以有這麼好吃的肉質 - 或者是說吃到會覺得很不一樣 - 怎麼會這麼嫩的感覺 - 吃飽之後就繼續在淺草桌邊逛逛 - 這是我們第一次晚上來到淺草 - 才知道原來淺草桌邊晚上超級熱鬧 - 有很多的居酒屋也有很多餐廳 - 真的是跟白天不一樣的風情 - 晚上的重建室通少了白天時候水洩不通的人潮 - 兩側店家明亮的招牌形成了一條燈光大道 - 淺草寺周邊的燈籠也都亮起 - 是不是更有日式夜晚風情了 - 漫步在這裡看著店家像是服飾會的鐵捲們 - 真的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- 繼續往下走就能來目睹一下不同版本的雷門 - 珠虹的建築物披上黃光 - 比起早上更顯得莊嚴美麗 - 當然晚上來怎麼能夠錯過淺草周邊的夜景 - 最好的點當然就是雷門正對面的觀光案內所樓上的展望台啦 - 在這裡除了可以目睹晴空塔之外 - 從旁邊幾乎是半露天的樓梯走下去 - 這裡是真的有一點可怕 - 真的有點高 - 但是從這邊才可以目睹一整條從雷門到淺草寺的美景 - 真的非常美 - 由於我們這一次是搭乘超紅眼班機回台灣 - 就順便來分享一下深夜的雨田機場 - 還有什麼餐廳可以最後吃一波吧 - 雨田機場第三行廈是唯一24小時營業的行廈喔 - 但其實大半夜的也沒有幾間餐廳有營業啦 - 如果想吃日式料理的這一間也是24小時營業 - 但我看了一下它的價位不低 - 想吃的朋友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囉 - 吉野家的話也是24小時營業 -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他們只有提供牛肉類的料理 - 而且半夜也不提供他們店家內用 - 只能外帶到外面的座位區去吃 - 摩斯漢堡的話生意就真的蠻好的 - 但大家來日本會吃摩斯漢堡嗎? - 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- 這家拉麵生意就很好 - 可能因為是這幾間餐廳裡面比較平價的 - 真的是店內都坐滿人 - 這次是因為吃太飽了 - 下次有來的話我應該會想要吃吃看 - 再來就是Tolis Cafe啦 - 除了咖啡飲品之外 - 也是有提供一些輕食的選擇 - 在第三行廈的晚上可以看到隨地而睡的旅客們 - 真的不用太驚奇 - 在這裡也有提供很多的長椅 - 讓大家可以稍微舒服的睡 - 算是很體諒像我們這種搭乘紅眼班機的旅客們 -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有JCB信用卡的朋友 - 出進過海關之後 - 在免稅店旁邊的這一個手扶梯上去 - 也有SKY LAUNCH貴賓室可以免費使用 - 這個貴賓室就是比較沒什麼設施 - 但是就是有提供比較舒服的沙發椅 - 座位區可以休息 - 雖然他們沒有提供食物啦 - 但有提供咖啡飲品類可以無限取用 - 我是覺得與其在後機室等 - 在這邊的舒服程度會更好一點 - 也不會這麼的吵雜 - 後來等飛機等到天亮還可以看到日出時候的雨田機場 - 蠻不錯的吧 - 但真的是累到不行啊 - 好啦這一集就到這邊啦 -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系列日本戰利品的開箱 - 這一次也買了不少的新產品 - 很多都是沒有吃過的喔 - 所以請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喔 -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-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- 並且看小鈴鐺 - 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 - 以及點擊好吃的美食喔 - 也先追蹤我的IG - 看更多美食與旅遊的分享 - 我們下集見 - 掰掰 - 掰掰 - tum坤 - 劉 mets - 則okee - 單 constru earlier - 要有エ Fourth - 要 found - ully - 雙特 - 殺了 - 成功了 - 能够